这段剧情清醒再现了高玉良的腐化堕落过程 从法学教授到地方官员 高玉良的人生时可谓顺畅非常 可高玉良升任吕州市委书记以后 偏就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客星李达康 李达康时任吕州市长 乃希吕州的二把手 但因为李达康曾经担任过时任省委书记赵立川的秘书 乃希赵立川跟前的红人 相较于毫无根基和后台的高玉良 李达康也就成了吕州实际上的一把手 就在高玉良空有一把手头衔 而无一把手实质的苦恼阶段 一个彻底改变高玉良命运的人出现了 这规划书你送错地方了 你应该去找李达康市长 干活去 那李达康市长太死板了 就是不给批 他不批我就能批了 高玉良当然不是真心拒绝赵锐龙 他只是在故意设置条件门槛而已 对于高玉良而言 能够抱上赵立川这条大粗腿 那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而赵锐龙恰好有求于自己 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只是赵立川的关系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攀上 他决定从赵锐龙开始入手 准备通过赵锐龙搭上他父亲赵立川 所以李达康不能办的时候 高玉良也坚决不办 但却始终没提什么原则规矩 更没提什么坚决不可以 更关键的是 他还不断强调自己不能批的真正原因 那就是因为李达康 表面上看 这是高玉良在抱怨 在发泄不满 但实际上 这是高玉良给出的求助信号 甚至可以视为对赵锐龙的点拨 这句话有着两层意思 首先 你父亲的前任秘书 他老人家跟前的大红人李达康都不帮你 我一个外人凭什么帮你 除非 再者 就算我给你批了 可李达康如果不同意也会立马推翻 除非 赵锐龙当然清楚李达康在吕州的实际地位和超然权力 更清楚高玉良这样说的真正意图 但帮助高玉良排挤李达康就相当于自己挖自己家的墙角 自己的父亲能不能答应还真不一定 所以赵锐龙还是想着能劝就劝 能求就求 高叔姐您就别蒙我了 这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书记和市长谁是一把手 吕州的一把手是您高书记 不是我那哥哥李达康 翻译一下赵锐龙的这句话 别蒙我 更别骗我 我虽然不在体制内 但体制内的规矩我都懂 能不能办和想不想办之间还是有着巨大区别的 只是现实如此 高玉良必须将自己想办却不能办 或者想办但办了也没用 也会被别人推翻的现实告诉赵锐龙 这就是现实啊 李达康就是没把高玉良放在眼里 李达康就是李达康说了算 而不是高玉良 更重要的是 赵锐龙也担心这个问题 就算高玉良批了这个项目 李达康万一给推翻了怎么办 好了 来看赵锐龙顺其自然的回应 先表示理解和同情 设身处地永远都是争取感情共鸣的最佳选择 这句话是感情铺垫 更是自己提出建议的基础 这不这样吧 我要是让我们家老爷子 把李达康调走了 我理解你 所以才会提出这个解决办法 我能设身处地 才能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 看见了吧 就只用了一句话 赵锐龙就成了帮助高玉良 而不是求助高玉良 主动和被动 求和被求 就这样轻松转变了 然后高玉良笑了 高玉良压根就不信赵锐龙 能把李达康调走 当然不是 他之所以这样说 就只是想增加点砝码 避免赵锐龙当场反悔 仅此而已 不信 你继续看 高玉良压根就没给赵锐龙 反驳或者反悔的机会 便立马追加了一句话 高玉良的目的达到了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要强 而且高玉良的希望 还是寄托在了赵锐龙 这个能力极大 极有可能达成目的的人身上 然后赵锐龙真就上演了一把 汉东家天下的恐怖实力 真就硬生生地 调走了一个堂堂地级式的市长 可李达康被调走以后 高玉良并未立即履行诺言 而是继续观望继续等待 其实 高玉良的反悔并不是没有道理 李达康这边刚调走 美式城的项目就立马上马 这背后的阴谋太过明显 定会遭人诟病 就连李达康也不会答应 甚至连赵立春都得照顾影响 可赵锐龙不管这些 他就只是一个商人 仲利清别离 漠视原则和规矩 可赵锐龙毕竟有求于高玉良 应来肯定不行 那就只能带上仲利再求一次 您看看 张大前的墨合图 真记 这话你要送吗 那当然了 李洛啊 我欣赏我喜欢 并不等于要占有我 这话我要是输了 你老爸和汉东省委 还不得查我 赵锐龙是想送一幅名人字画 换来高玉良对项目的审批 可高玉良并没有这样想 这幅字画压根就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听他最后一句话 我要是收了话 你老爸和汉东省委都得查我 注意 这句话可不是肯定句 而是疑问句 是在试探赵锐龙对自己的态度转变 更是在看赵立春愿不愿意收下自己这个门徒 来看赵锐龙的回答 我父亲会查您 我是谁啊 您是谁啊 他查谁啊 态度明确了 我是谁 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 谁敢查 您是谁 省委书记赵立春的门徒 谁敢查 好了 高玉良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可还是那句话 高玉良想要的不是这幅画 齐同伟有句话说对了一半 高玉良不爱钱 他只喜欢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 为什么说齐同伟只说对了一半呢 因为高玉良除了权力还喜欢点别的东西 那就是认可和崇拜 来自美人的认可和崇拜 所以高玉良的态度依然坚决 不查也不能收啊 过个眼影就可以了 收起来吧 行行行 我知道您连结 只是话可以不收 但之前许下的承诺 赵锐龙可没看到兑现呢 高主见 那个李大康我调走了 我的项目 还是那句话 这个项目现在还不能批 还要等 等时间的冷却 等大家的放弃 我心里有说 出时间 我跟新来的市长协调一下 啥叫心里有说 拖啥叫协调一下 等 总之 高玉良的回应就只有一句话 等等再说 看看再办 我会抽时间 帮助高玉良掌握实权 不行 送给高玉良名贵字画 不行 那该怎么办呢 回到现实 回到赵锐龙和杜老板 回忆套路高玉良的现在时刻 这老高啊 他不仅耍滑 胆还小 太怕呀 那时候的干部 哪有胆大的呀 现在 还甭说四话呢 送他金山 他都敢说 要不怎么说 这事风日下 我就是 那个时候提的 把小高 送给高玉良的吧 错 那时候 没有小狗的事 你就是说 送女人 让他玩 然后给他 那个 露营 拍照 权力 金钱和美女 可谓男人 一生追求的 三大梦想 权力 高玉良 虽然痴迷 但总有底线存在 金钱 高玉良 压根就不在乎 那就只剩下美女了 于是 赵锐龙 为了水上美食城的项目 专门培训了 将高玉良拿下的美人 甭管怎么说吧 这主意是我出的吧 当时我就说了 这高玉良啊 他不一定喜欢钱 还有哪有不喜欢钱的呀 那个 就是人家的底线 他不敢 甭说他敢不敢 我当时是不是说了 咱送女人给高玉良 高玉良肯定过不了女人关 对对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吩咐 去训练美人去了吧 而且是费尽心机 制造浪漫的机会 千百年来 官和商之间的关系 一直如此 一敌一油 不断博弈 能够达到双赢 那就皆大欢喜 不能达到双赢 官前图进回 甚至丢掉性命 商一败涂地 再无翻身机会 可这种合作 偏就能获得常人 无法想象的巨大利益 于是 在利益的驱动下 官商勾结始终都在继续 哪怕有大半的失败概率 没人培训好了 浪漫的机会还难找吗 小高 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最近在看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咱们小高 也看万历十五年 有什么心得 也没什么心得 我就是觉得 明朝的皇帝 太难当了 那大臣就好当啊 书记您不觉得 有名一代的臣子 都很强势吗 那皇帝也不弱 照样跟那些大臣们斗 那么多年都不上朝了 所以我觉得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 就把整个大明的历史 都给讲清楚了呀 咱们小高太有意思了 我充时间 专门跟你聊聊名诗 好啊 那得看书记您的时间 当然有时间了 和美人讲历史 高玉良 怎么可能没有时间 对于高玉良 这种男人而言 位居高位 大权在握 金钱对于他而言 就只是一个数字 意义并不大 但一个能够心灵沟通的美人 却是凸显自己存在感的必须 更何况 小高同志还专门挑选了 高书记最爱的万历十五年 以崇拜为基础的爱 了不得 更无法退去 计划顺利推进 小高不仅成了老高的学生 还成了老高的外宅 无数鲜活的视频 源源不断地汇集在了赵锐龙的手里 高玉良日后爬得再高 也只是赵锐龙的一个傀儡而已 莫伸手 伸手必被拙 伸了手 你就是孙子 毫无尊严可言